西洋人怕鬼 台湾人才最怕鬼 恐怖 恐怖到了極限 我都破音了 真的 一到了这个月份 大家难免都会讲一些 聊一些 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因为以前我旅居在加拿大 以前都是住两层楼那种 其实那个时候跟妈妈相依为命 晚上其实你知道吗 国外的夜晚其实有些夜生活 没有像台湾这么丰富 所以就家里面蛮无聊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 已经大概晚上12点多凌晨一点了 我妈妈在楼下一个人看电视 我在二楼本来想睡觉睡不太早 结果想说有什么乐子呢 于是我就装好朋友来向妈妈 我就在楼梯间 然后我妈在一楼看电视 我就这样 啊 你要想想看 在国外那种门一开 外面全是黑的 你知道都是树 有没有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然后你听到一个声音 啊 你会不会吓一跳 我妈妈吓得半死 直接就 她听到有声音 她把电视关掉 然后直接冲到二楼来 然后我听到她走上楼梯的声音 我就赶快跑到房间里面去 然后假装睡觉 结果我妈妈这时候就开我房门 就说 Kent 他刚才是不是你啊 他刚才是不是你啊 假装睡觉 结果她自己吓得半死 你知道吗 她觉得说假如不是我在闹她的话 那一定就是好朋友咯 于是她赶快就冲回自己的房间门 然后我听到她锁房门的声音 我想说 你锁房门有什么用 假如真的是 应该没有用吧 结果后我想说 怎么样才能够增加更多的乐趣呢 于是 我就想 啊 我知道了 结果下一秒钟 我就瞬间大叫 啊 救命啊 妈 妈快来救我 啊 我还要叫人家去啊 结果我叫好久 结果我妈妈终于出现了 结果她一出现 她直接把我房门踹开 我看到一手是拿着拖鞋 另外一手拿着枕头 她要来救我 我觉得我看到她那个样子 我妈紧张一耳时她说 你不用怕 我来救你啊 我来救你啊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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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整个大笑 我觉得我妈太可爱了 我说妈 妈 你刚才有听到一个声 哼 你有听到这个声吗 结果我妈一直到是我 勃然大怒 接下来我那时候要念高中嘛 国高中的时候 我接下来一个月 我没有中餐可以吃 我妈不足给我吃 我那个月都自己去外面 然后自己买东西吃这样 所以好不好 呃 所以我要给大家启示 就是说 要孝顺父母 即便在这个月份 好吗 我们要敬老尊贤 还有祖先 在这个月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 漂亮的ending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